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大陆游客的问题当然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咱要是短平快 很简短的解决这问题的话 从一件事做起 我的个人的建议声音小点 真的 我现在觉得只要声音小点 声音一切都会好很多 香港人出外旅行声音也很大 对 所以 这个来讲不是内地跟香港人 你说的对 这是中华民族的问题 这次我也挺欣赏 有的香港人自己也反思 说我们骂大陆游客声音太响 我们香港人的巡船团出去 不也是高喉龙 包括台湾人跟你说也是大喊大叫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啊 我就觉得你看啊 声音小一点呢 你发现没有 别看从这一个地方开始修行 我觉得它起到的效果呀 对 是全身性的 对 当你到一个场合 比如在博物馆 你知道说话声音小一点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 你开始考虑别人了 嗯 你开始考虑整体的气氛 你开始考虑入乡随俗 你的感受啊 更敏感了 嗯 你知道吗 这个 我现在觉得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特征到外国去 人家就是侧目啊 就是哎 你不能说这是你的文明民族性 因为你这个民族性有有有点扰民 老实讲我都有这个毛病 嗯 甚至我就跟你说 现在年轻人的修养 好过我们这个40岁的人 嗯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小妹妹在一起走路谈话 嗯 这个小妹妹都会对我有意见 对 你说话声音怎么这么大 咱们在商场啊 对 我就发现我们这种粗糙的社会 环境下长大的人呢 我都是声音爱喊 而且 爱大 还有一点 我觉得比较特别 就你声音小的时候啊 你会听到别人说话 哎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说话声音大 大到一定程度就只听到自己说话 你听到别人说话 你才会听到别人的感觉 你才会开始考虑别人的角度 不过我想话说来 就从考虑别人角度这一点来想 我常常看到香港人今天对大陆游客 呃 移民的不满 这个不满好几种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那些大肚子 赶来香港生孩子的这种 还有一些来香港炒楼的这些 其实你回想 二三十年前香港人移民加拿大 情况可能比我们现在这样的还糟 为什么呢 你想像当年一个 你做一个温哥华的白人 你发现你这整个区 比如说像Richmond那个区 全被香港人占满 而且把地价 楼价也炒高了 地价炒高了 然后他把树给砍掉了 盖房子 然后呢 而且满街的招牌写的是 你看不懂的中文 你真的会有一种被人入侵的感觉 对不对 而那个时候最夸张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呢 我有一个同学 他亲口跟我讲 说当年他们在加拿大上大学 上那个导修课 导修课很人少嘛 十几个人上课 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一个鬼仔 从这个助教到学生都是香港人 后来大家决定 加拿大某些地方变成香港殖民地了 然后他们决定干脆用广播话讲 劝那个老外学生 你调到别族去 那边讲英文 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而当年其实加拿大人 我觉得虽然也提出过黄霍略或什么 但大体上对香港人是相当宽容 但是他们现在也有一种很不好的情况 在日本啊 在英国啊 就是华人在的一些地方 一些饭店啊 一些车厢啊 他就把你的旅行团安排在一个地方 就是故意把你们的安排在一个地方 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种族隔离政策 其实不是尊重你 OK 不是对你好 而是你们这样的人 就让你们放在这个地方 他虽然不然跟你说 是香港人提出抗议 其实是真的是平等相待 我在我看来 如果讲两边的互相看不起啊 我说实在话 内地的有内地的来香港 说看不起香港人的 其实是很少的 对 他是怕被人看不起 怕被人看不起 对不对 所以包括愤怒 我觉得这孔教授画内地很多名誉之词 我觉得很多人在香港旅游有这个同感 他们觉得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 只有我们气氛 但是反过来讲 香港人现在看不起内地的游客的心理 他看不起好像是你站在高 对不对 他第一把 实际上心里也是害怕 害怕什么东西 因为自己的优势在上市 对 自己的优势在上市 而且害怕什么 害怕我刚才讲了 你的暴力啊 你的语言暴力啊 你的这种 你说习惯的话 你这种习惯我受不了 你来来来不来就欠错误我受不了 第二就是说 你用普通话把我们的方言全否定掉 说我们这个就 你看这个受不了 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你们是因为人不好才要法治 香港人骨子里害怕这个东西 不过我想补充 就是反过来想 就虽然我刚刚说那个话 好像在批评香港人过去 你们自己也做过蝗虫 但我其实想讲的是一个 很普遍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 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想要大规模的 移到另一个地方 多半是因为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有比自己好的东西 会让自己安全 现在回想起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 大的肚子要跑到香港生 为什么到香港买楼 我觉得你大陆人再怎么批评香港 其实都要承认 香港有些东西是要比大陆好 要不然你干嘛那么想到香港生孩子 你为什么那么希望他有香港户口 为什么希望自己小孩来做梗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香港都是狗 都是王八蛋 你把孩子送到那 那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到一个地方生小王八蛋呢 所以最主要理由是 香港的确有优越的地方 当然 而这个优越的地方啊 我觉得是过去在大陆啊 有时候是被莫名其妙的否定掉了 比如说我这位香港人 觉得有时候大家常说香港拿大陆好处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没错 因为我举个例子 我们常说现在开放各种的SIPA 什么这些东西是给香港好处 其实你从香港向来的经济政策立场来看 这不叫给香港好处 为什么 因为香港从来都是开放的自由港 我们从来跟任何地方都该是这样 只不过现在正常了 而且我看到一篇文章啊 我觉得作为我们大陆人啊 也应该这个和谐一点 就是说一个常见的论调是香港靠内地养活 这指什么呢 香港的蔬菜 淡水 活钱 活猪 都是广东省供应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这个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并不是无偿的呀 这是买卖 对吧 这是香港跟广东买卖吗 然后呢 如果当年内地不肯供应的话 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 无非就是调整本地产业结构 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而且拒绝做这种损人损己的事情 你还谈什么恩惠呢 对吧 这就是包括亚洲金融风暴都说 中央政府动用外汇储备 打跑了这个索罗斯 这篇文章谈到 说香港充足的外汇储备 97年香港有960亿美元的外储 为这种联系汇率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啊 脱底 他说这是索罗斯攻击港币失败的这个原因 98年8月 香港政府动用千亿港币 买入横止成分股 拉高香港股市 才彻底打跑索罗斯 这个你不能说就完全是中央政府救了香港 去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能源危机 问题的零界点 战略专家为您另寻绝境出路 从你通盘布局 借各国国益之谜 借全球策略之后 红花狼环宇大战略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 其实闻到你说啊 是不是这个香港人和内地人呢 从很早很早以前根上 他就有点互相瞧不上呢 不会不会 我觉得不是的 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短期形成的现象 一直到了七十年代左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香港人身份 这个意识才逐渐形成 这是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 是希望 开始让香港有自己的身份感觉 好认同这个地方 要不然的话 他会觉得当时有管制困难 但这不完全是港英的阴谋 也事实上是因为 当时香港跟大陆的这个相对隔离 香港自己社会经济发展起来 各方面的差距拉开了 这个身份才出现 而在七十年代以前呢 香港人的那个身份意识是很模糊的 他们会比较认同主要人群 会认同自己是广东人 那时候有个流行的概念叫省港 省港澳 还有 你开周大福州 一开就是省港 开店 你四九年以前也不用身份证 所以随便来回 而且我常常指出一点 就是香港跟大陆的经常的常态 更多的是联系在一起 这个联系 甚至香港 我觉得在整个现代史上 对中国的参与是无意不语的 从第一次广州起义里面 阵亡的劣势 有一半是香港人 对对 然后一直下来是没有中断过 几十年来 无论是大陆的 呃 华东水灾也好 民主改革也好 各方面 香港一直不停的在 在参与跟支持 没错 那么 而且你知道到后来 建国后这种联系啊 因为他很多亲戚在广东 对 那个时候 呃 大陆饿死人的时候 香港这边一包一包的 给自己的亲友 往大陆寄这个 而且不要忘了 就过去有几十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能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去中华人民共和 哪有外汇 跟人家外的蛮安全